今天要说的是,网红是某案 2015年,一个名叫吉普赛,露室的美国女网红 在网上发布了一条动态 那些人死了 起初粉丝以为是女网红被大号了 可是过了一会儿,女网红又发了一条动态 暗示她的母亲可能出事了 当警方赶到露室家时 先是闻到一股刺鼻的腐臭味 接着在卧室发现一具中年妇女的尸体 身上被捅了几刀 死亡时间应该在几天前 家中的财物被洗劫一空 女网红则不知所终 根据现场情况,警方初步判断 可能是遭遇陆斯抢劫 找到失踪的女网红,成了破案的关键 警方发出行人公告后 很快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女网红的粉丝很担心她的安全 露室之所以能够成为网红 并不是因为她有多漂亮 而是因为她特殊的绅士 露室是一位命运多舛 生残至尖的少女 因为先天缺陷 露室从小就体弱多病 露室的母亲说 她患有白血病 肌肉萎缩等多种慢性疾病 而露室的母亲迪迪 则是一位单身妈妈 这些年她独自一人照顾女儿 露室的遭遇 引起了很多人的关心和同情 她和病魔作斗争的笑容 也鼓舞着很多人 粉丝纷纷表示 希望警察能够赶快破案 警察也不负众望 只用了一天的时间 就找到了女网红露室 她正和一个男网友待在一起 这个男网友叫做 尼古拉斯·戈德扬 两人网恋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 而露室家中的那具中年女人尸体 真是她的母亲弟弟 为什么露室会扔下 已经死亡几天的母亲 和男网友鬼混呢 根据警方的调查 事情的真相 却让人感到意外 露室的母亲的确是被 男网友尼古拉斯杀害的 但是真正策划这起谋杀的 居然就是女网红露室 那么她为什么要杀害自己的母亲呢 母亲常年照顾体弱多病的露室 已经非常辛苦 露室对她还有什么不满呢 警方经过深入调查 发现背后的真相令人毛骨悚然 原来这位女网红 生残之间的故事都是假的 她的病都是伪装的 其实露室是一个健康的正常人 真正有病的 是她的母亲弟弟 母亲的心里非常变态 有很强的控制欲 露室在网上扮演的角色 其实背后都是母亲一手策划的 而这场噩梦 从露室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在露室三岁的时候 母亲就强迫她 带着呼吸机睡觉 露室的脚受伤了 母亲就说她的腿已经残废 永远都站不起来了 还给露室买了一个轮椅当做礼物 母亲一直在给女儿洗脑 让她以为自己真的有病 为了伪造白血病 母亲还强迫露室长期服用 治疗白血病的药物 并剃光了她的头发 为了让露室不受外界的影响 母亲就以看病为由 不准露室去上学 阻断她和外界的任何沟通 露室曾经试图向邻居求救 但很快就会被母亲抓回去 应对邻居解释说 这是小女孩的恶作剧 露室一直不知道自己的生日和年龄 因为母亲希望她一直像一个 七八岁的小女孩一样 任由她摆布 这样恐怖的日子 一直持续了20年 然而对于不知道真相的外界来说 一个单身母亲不离不弃 照顾患病女儿20年 这是多么伟大的母爱 于是媒体报道了 露室和她母亲相依为命的故事 不久后 这对母女不但得到了福利机构的捐助 还成了网络上的红人 一些好心人的捐助 让这对母女过上富足的生活 尝到的甜头越多 这位母亲就越变态 为了把戏演得更加逼真 她开始强迫女儿 吃下一些腐蚀牙齿的东西 再把女儿坏掉的牙齿拔掉 在公开场合 母亲都会牵着女儿的手 让人们误以为 这对母女的感情很好 其实是母亲在控制露室 一旦她说错话 母亲就会掐她的手 在如此变态的控制中成长起来的露室 渐渐接受了这一切 她相信自己命不久矣 但是随着年纪的增长 死神却一直没有向她招手 露室开始产生怀疑 但是她还是没有勇气 违抗母亲的意志 直到有一天 露室在网上认识了尼古拉斯 两人陷入了爱河 正值青春期的露室 告诉母亲她想谈恋爱 却遭到母亲的极力反对 还威胁露室说 敢去见尼古拉斯 就用锤子砸烂他的手指 露室多年羁押的怨气 终于爆发了 她把真相告诉了尼古拉斯 而尼古拉斯表示 愿意帮助露室脱离苦海 最终露室策划了这起疯狂的谋杀 案件真相大白后 露室被判了十年有期徒刑 面对记者时露室说 住在监狱里面的感觉好多了 她第一次感受到了自由 在入狱前 她因为长期服用各种药物 看上去像一个病态的怪物 而她在监狱中 她留起了长发 看上去很健康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